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地他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第三任国王 他自幼就非常的狂妄 而且残忍 怎么说呢 因为他很喜欢看似杀人 这使得他的父亲齐宣王在位的时候就有点犹豫是否由他继任 等到宣王死了以后 顺理成章他就成王了 不过因为他好大喜功 连连征战 功勤 破烟 灭兽 搞得四面楚歌 国疲民穷 对内则严刑俊乏 使得大臣到百姓被他杀害无数 可以说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了 当时有能力的齐国人就纷纷都离开了齐国 公元前284年 燕昭王 因为他们国家被齐国灭了 为了要报王国之仇 命岳翼为上将军 联合秦 楚 赵等大军来打齐国 齐敏王 田地听到消息 不以为意 依然每天生歌不断 直到敌军来到了首都林芝 到了城前才匆匆应战 结果大家都可以知道了 大败而逃 田地逃出了齐国 首先跑到魏国来 其实魏国也是齐国的附庸国 小国家 国王称君不称王 魏国的国君听说齐王来了 赶紧立刻出宫迎接 而且把他的寝宫让出来给田地下榻 而且魏君在讲话的时候都自称为臣 也就是他很恭敬 田地应该是很满意的 不料田地当天宴会喝酒喝多了 老毛病又犯了 他竟然要求魏君把他喜欢的那个妾 要求魏君送给他 陪他就寝 你看看 这种无理的要求他都敢提出来 那魏军跟他的大臣那当然非常的慎怒 就把田地赶出了魏国 田地灰溜溜的就逃到了隔壁 周国 然后周国的国君当然也是非常的欢迎齐国的国君 他终于是大国的国君嘛 然后就准备他喜欢吃的 可是因为他到的时候很晚了 那菜色不够丰富 那齐王田地就生气了 把那个招待的官员叫来痛骂一顿 那这个官员就很生气 自己也是一肚子气 他只是想 你们这个是逃难 上架之权 你们还要吃什么很好的吗 一切这么晚了怎么招待 只是回了几句 齐王生气了 当场拔剑就把这个官员给杀掉了 做出这么离谱的事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就再一次的出逃 这一次跑到了魏国 其实魏国国君早就知道 齐王田地这个人不可理喻 他就躲起来 就叫臣子招待就好了 那齐王田地看到只有臣子出来迎接 分身气 他要求魏国的君臣 要用天子之礼来接待他 这个不合适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天子 人家有周天子 好 魏国的大臣就很生气 趁着晚上的时候呢 就把齐王田地的车队给烧了 齐王啊 仓皇的就逃到了举城 举城是当时齐国七十二城里面 仅有的两城 这个地方离江苏也不过才一百公里 这时候啊 这个好运来了 楚国的国王跟齐王啊 本来有殷亲的关系 他这一次帮助燕国攻打齐国 他自己算一算划不来了 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而且呢 齐国要是亡了 对他也不加分 所以他想 他应该要救齐国 所以呢 特别派了 他的大将 叫做闹齐的 率领十万大军 到了举城 来见齐王 想要救齐国 这个时候啊 齐国面临国破家亡 凶极未卜之时 本来应该很谦卑的迎接到齐 这是人之常情 对不对 结果呢 齐王田地啊 他又犯了老毛病了 依然这个端架子 耍派头 在要求这个闹齐 进见的时候 要跪进跪出 甚至在军事会议上啊 还取笑闹齐 他说啊 闹齐啊 他本来是一位兵主 根本没什么本领 他是靠着裙带关系上来的 你不相信 闹齐在这边 你也帮问他 闹齐就非常羞恨啊 好 有一天 趁着田地在睡午觉的时候 就把田地抓起来杀掉了 历史上 其实有很多当权者 都自己以为高高在上 他的权利 或者来自他的家族 或者来自他的父亲 或者来自组织 或者来自国家 或者来自金钱 他们都以为 人家对他的尊敬 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最后的结局 非常的凄惨 我经营当部四十多年 不罚这一类的人 表演这种悲剧 其中有一位大老板 就把一手好牌给打烂了 这位老板姓钱 钱老板呢 他原来是南部人 因为呢 遭到无路 走投无路 跑到台北来 二十年前 身无分文啊 经过很多的朋友的协助 当然也有他的努力 不出十年 贵运冲天 累积了很大的财富 然而呢 青山不改 本性难移啊 渐渐呢 他又露出了那种 攀高贬低 贤贫爱富的本性 把一帮子当初协助他的朋友 全得罪光了 日子一久啊 钱老板呢 周遭的那些 非官即贵的朋友啊 天天扛着他 耀武扬威 自然而来 他自己也霸气十足 甚至忘恩负义起来 哪知道 人算不如天算 2008年 金融海啸袭来 钱老板呢 因为被股票套住了 从云端 跌到谷底 那些狐群狗友啊 也立马消失无踪了 那个时候 他回头 再求那些老朋友 住一臂之力 但是 再也没有人 愿意帮他的忙了 因为 人家 也不肯再上当了 这个就是 齐王田地的死 给我们现代人的 一种启发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拜拜